美楼入门的车款 小姐我们刚刚谈到它 谈到这颗柴油引擎好了 我们来谈谈柴油引擎 不过像它这个跟同级车比起来的话 柴油引擎搭配七速的手自拍 其实以这个等级的车款来讲 有贩售柴油引擎的包含像 变道X5它也是3.0 那另外就是Discovery 3的 它是2.7 2.7的 那奥迪的话Q7的 也是3.0 TDI 那事实上这个引擎 我们过去也做过 在我们自己内部也做过屏蔽 那我们对宾市的这一具 V6产型的印象就是 它的精致度很高 真的是精致度会比 X5或者是奥迪都还在出色 所以精致度就是包含说 它的怠速运转的一个宁静度 还有它的一个致震的一个表现 它不会有很大的抖动 然后在车内其实 你即便音响关掉 你不开音响 其实你不太会听到柴油引擎的声音 好 那这是我认为这是一项 因为宾市其实在做引擎科技上面 他们一项都有自己的一套啦 那除了汽油引擎之外 柴油引擎也同样的有一个 这样很好良好的精致度 那在这个动力输出上 其实它的马力输出跟对手来讲也是差不多 那搭配了一个7G Tronic的一个变速箱 其实如果以这个直线的冲刺来讲 我认为它会比较属于比较稳重一点 它不会有突然给你很冲的一个动力 对不造劲 相对之下可能BMW的X5可能就是会比较运动化 那宾市的话它也是适合比较 比较像一个绅士啊 可以这样来形容 好 但是它的整个运转的品质 宁静度 那包含动力上 你也不会觉得说力量不够使唤 毕竟这个等级的引擎的排气量 它的扭力都是非常足够的 也足够带动这个超过两吨的车身 那至于我觉得对它的一个 就是说什么人 怎样的人适合开这样的车呢 我觉得当然买这样的车是有代表一定的身份地位 当然它的整体的设定是比较成熟稳重一点 可能它比较适合 可能就是说不是那么需要 这么强劲的动力的人去试驾 去开这台车 它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平准度 舒适性 很安静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乐趣 我相信小燕讲这个 他们应该都注意到了 即便是如此 他们应该还是要吸引到各个层面 所以说像这次跑车化套件 你可以选配吗 选配装进去 你有这个运动性能的感觉 出来整体的一个表现 也能够在帮你的个性上面做加分 开一个车是身份品味的象征 我说早前在这个它一代的时候 大家看到开M-Class这台车子 我们都会觉得说 哇这个人会是一个 不凡 是个大老板 因为车子很大 因为以前我们看了SUV车没看这么多 那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 哇开这么大一个车子 确实是一个品味的象征 但事实上随着现在的时代进步 它竞争对手相当的多 我们待会再谈谈竞争对手 我们继续来看看它整个座椅空间 座椅空间我们还是要进去看一下 整个车子 LSUV车子来讲的话 其实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一个大气 对 包含座椅的设计 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的 有没有符合人体工学 对 人体工学好的话 其实你做久了 你就会觉得它很舒服 那我想M-Class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起码有八分的水准 而且整个的包覆性 你看哇 那个两边帮你照顾的 照顾得很好 对 然后这张橘皮的一个材质 质感是蛮不错的 其实这样皮里搭橘皮的整个概念是对的 对 很好看 又不是这个高贵 但是事实上又有几皮那个 止滑的一个实用性存在这个地方 对 整体的感觉很棒 那另外在前座空间 我想当然不用讲 就是足够使用宽敞 那后座的话 其实毕竟它是2005年的一个产品 所以在一些空 包含它的车身也没有像 后来的这个便道长那么长 所以它的后座基本上就是 设计给三个 三个人的座椅 它也不能扩充第三排 那第二排就是后座的空间 其实头部啊 西部啊 这几个我们比较在意的地方 它就是符合这个等级的水准 它没有很大 如果你真的要大的话 你可能去买Q7 当然X5也比较大 比较大 但是相对来讲 福祉的Purorac或是保时捷卡焰 其实它们的空间就是跟 MKS就是在播种之间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设计 是很合理的 因为如果你要求空间要很大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牺牲掉 就是说你的车身给它加长 可能就是比较不利于整个驾驶 都会驱的驾驶 像Q7这样子 OK 其实你想说长对不对 长的时候叫都会驱的驾驶 其实大家在买LSUV车的时候 大家会想说 我一般使用的机会会比较多一点 一般使用 当然你要兼顾到后面的乘坐人 舒不舒服了 你开车的人开起来舒不舒服 如果真的是车子过大过长的话 毕竟还是会有它的一个限制因素 就都会驱的一个行驶比较的话 这个台车子的表现 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好了 竞争对手 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优缺点 小姐 你为什么会 如果说你要买这台车的话 你为什么会去买它 我认为MKS的利基还是在于说 它是宾室 它还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再来就是说它的整个均衡性 舒适性 平顺度 我觉得在同一之中 它算是数一数二的好 虽然它没有很强劲的性能 那也没有说非常大空间 或者是很奢华的一个营的配备 非常均衡 对 可是事实上你坐在这台 就是你开了这台车的时候 你的整体的那种舒适感 还有一种荣耀吧 都是有的 那如果说郑国买X5的话 你要怎么样称赞我的眼光 其实X5 X5是这个集聚中它是卖的最好 如果不算Lexus RX车系来讲的话 X5是欧系车的LSUV的标杆 那X5比较受喜欢 其他原因是 你要称赞我啊 要称赞我的口气 称赞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年轻运动化的一个驾驶者 你就会去选择像X5一样的车 而且X5的一些内装的设计 也是比较的有想法 就是说它可能不像宾室那样显得有一些平板 宾室是照顾到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口味 那X5的话它是专注于一些运动感的影响 OK我们摄影大哥他买了那个Land Rover D3 我们大家一起来夸赞他一下好了 买D3的人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热爱越野的人 而且他不会很在意说我一定要买双B 可能没有一些所谓的品牌的一些忧虑 但是他就是对于Land Rover这个品牌有非常大的一个认同性 真是很棒的一个感觉 就是万一哪天你会用到这个所谓Offroad的功能的时候 D3就是 你绝对不会后悔说我买了一台D3了 你觉得说哇经过这一次假设碰到一个比较危险的道路的话 你安全通过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次就够了 就相当超值了 对不对 所以说看待这个深层数 其实今天三台的竞争对手 帮大家稍微做了一个比较了 今天也非常谢谢小姐跟我们分享 谢谢 属于你的试测经验 谢谢大家 在第一阶段的收看 还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其后可去继续等着你